大家好,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攻略 独尊一魁全试用 崩铁战役狂潮活动攻略 4月15日一更新 全试用满奖励铺满效应 生死边缘独尊一魁弱点突袭一伤流无尽行动 好,最AP是战役狂潮活动的第三天 名字就叫独尊一魁 首先我们今天选BUFF的话 上面记得BUFF 我们选择同仇敌凯 下面记BUFF养金蓄锐 最后一直不用选满种一心 需要注意今天位置 第一的一定要放输出 这里换我们的银枝会好很多 然后后面放三的辅助 一定要把银枝放一号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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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进入挑战之后 我们让它全程自动 什么都不需要按 这也是相当简单的 可以完全全部用适用角色挂机过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角色的话 建议优先去拿自己角色去换 这里的话 自己的角色肯定会比这里的角色灭板好 这里的速度起差 然后 遗器也特别拉 所以说有自己的角色 优先使用自己的角色会更好通关 今天就是展示一个美意之汉 银枝的充能特别快 一直可以放终结剂 而且是满能量的终结剂 OK 今天的3的BOSS都是有物理弱点的 我们直接用银枝全部清掉 然后挑战结束 今天就存挂机就行 没有难度的 右下角的奖励 领取一下 我们明天的活动再见